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龟国别老,迪哥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黄原龟 以及其他的小乌龟便秘的问题 也有不少龟友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 有的龟友发现自己的小乌龟 它还是近时胃口还是可以 但是发现几天都没有排便了 就比较担心 如果说确定这些小乌龟出现了便秘的隐患的话 首先建议大家尽快的停尸 然后进行加温 适当的给小乌龟进行泡一泡 然后促进一下它的排便功能 这是处理的方法,及时处理的方法 然后有的小乌龟可能吃了一些异物 吃了一些小食指这些东西 不用太担心 过几天可能就排出来了 如果说吃了比较大的颗粒的话 石头之类的东西 那个就是只能说比较危险了 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去处理 像骑了一些大颗粒的石头 也没有办法去跟它及时手术 或者什么样的 最后的结果可能大家就 比较又比较忧伤了 就是要注意一些避免避免这样一些风险的出现 然后呢出现了病症的时候 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给我们视频或者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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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